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用PVE系统 怎么来安装 灯大做的一个镜像 这个镜像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系统占用的比较小 然后 运行起来也很流畅 跑一些 这个比较小的应用的话 会非常的方便 首先呢第一步创建虚拟机 在这呢起一个名字 问时 点击下一步 我现在死机了 重新刷刷新一次 再来创建虚拟机 然后名字 起个名字下一步 我们这呢不用任何戒指 选择Microsoft 系统呢 这里 选Q35 硬盘随便选 因为后面我们要这个 把它删掉 然后导入灯大的那个镜像 所以这随便选 所以这随便选 CPU 依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选项勾上 类别的可以选host 内存根据实际情况 网络我们选虚拟化 确认 好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 虚拟机 把这个硬盘分离 删掉我们不需要 好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需要导入灯大的那个镜像 我用的呢是这个 导入的工具 传输工具 连接 点开root 然后把这个镜像直接拖进来 就行我已经传上来了 传上来之后 下一步呢 打开 ssh 连接你的 虚拟机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已经被传到root目录下 然后我们执行这条命令 这条命令呢 就可以导入 以 QCOWR结尾的 这个应用 然后我们依据说明改一下 我们这里是100 所以把101改为100 然后呢 我们的文件名叫 Win10 所以呢 我们在这也把文件名 改过来 然后这是local-vm 这也是 所以都一样 复制粘贴 执行 然后它就开始 这个 运行 我省略了一点点 然后现在呢 已经到100%了 那最后还要执行一些不整 好完成了 完成你刷新之后呢 就能看到现在呢 有一个未使用的磁盘 双记它 这里呢 选SATA 我是SSD 所以 勾上这项 确定 好 我们现在再检查一遍 BIOS是默认的 没错 然后呢 这里呢 是 host 勾选了这项 然后 好 没问题 每一项都是 对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引导这儿 把我们刚才加进来的这个硬盘勾上 否则它启动的时候找不到 好 所有检查OK了 我们启动 点开控制台 连接 好 已经进来了 完成 就这么简单 可以看一下 这个系统 内存占用还是非常低的 然后这是刚启动 一会儿还会降下来一些 然后同时呢 默认呢 也是打开了 远程 只要把下面那个允许点上 就可以用 微软自带的那个远程工具来连接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基本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